我留下一些董事 所以如果跟大家的分享 對我來講 我非常喜歡 我非常喜歡跟一些 從事這樣一個像我們那個 地球光明基金會 我每一人都會找一個時間跟他們接近 從那些年輕人的孫上 我可以學習很多 我總也有 因為整個時代的背景 變遷這麼快速 我們不斷要去吸收要去學習 所以年紀越大要更謙卑 我好像魔魂了不起這樣不對 我為什麼 看到國外很多東西我們都還要向他 學習不是從養 不是說外來的和尚就會變經 真的他們有非常好的東西 比如說美學 他們小孩子一出生的話 就接觸那麼多的東西 他們怎麼去寫 所以我們要更努力更用心 培養我們的下一代在這方面 尤其在藝術在創意 在這個心雲 這方面我們要更用一點心 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讓他們未來在這個社會上的競爭 能夠跟人家不一樣 而不是只是 只是講究表面著這樣的環化 那個是另外一個層面 你只要能夠在內在能夠有住信的話 我想呈現出來的東西 人家就會被你所信 這個就非常重要 你知道蘇董賣的東西 是掌控所有生命生活嗎 從你在蹲大號水 到你餐桌上 到內在連線通通共用 那三年出院打算 一個月請蘇董一次 定期跟各位做約會 好不好 好不好 來 我們下個問題請 這一位朋友 老師我是想要請蘇董分享一下 就是您剛才有講到說 您在增山的時候有一些故事 那我知道陳老師有時候要幫你的故事寫出來 可是我有一點點迫不及待 想說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個 至少一個故事給我們 謝謝 其實台灣的這個山 不要說事蹟 你不同的氣候完全不一樣 非常漂亮 其實我大概在十幾年前沒有爬山的話 我都到國外去玩 我走國外很多東西 那時候覺得台灣的山沒什麼 但是後來我慢慢接觸 我再發現說我錯了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分炒到國外 我就開始接近這邊山裡 比如很簡單 比如說柴山來講 為什麼楊總那麼喜歡 我也是大概一個禮拜 兩天三天在跑 所以我就看到他樹葉的變化 比如說夏天那一種綠色 非常感動 充滿了聖明慮 秋天就慢慢看他變化 你只要稍微用心的話 那個地方你不斷再去 他就呈現不一樣的變化 其實非常簡單 藉著大自然的力量 你可以完成 你內心的世界 你過得快樂嗎 藉著大自然能夠讓你重新找回 你生活的元素 這個才是最重要 大自然的力量 為什麼楊總他在生病的時候 他就跑到那個地方 他就是你的老朋友 他雖然是不會講話 他雖然不會動 但是我也鼓勵我的員工 常常接近大自然 你說他什麼問題 你能夠幫助嗎 你能夠幫助嗎 但是只要他能夠被這個自然感動 他很多問題 他能夠自己去找到答案 所以三明的 他的漂亮 他的三明 他是因人而異 我說漂亮 他說不漂亮 這個沒有一個一定的標準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他是存在的 只是你有沒有把你的心打開 所以接近這個整個自然的話 不是說我去看怎麼紅景 不是這樣 把你的內心打開 就像楊總他去那邊就躺在地上 很多你想不到的 真的有時候很多景象 我曾經有一次 不知道是鳥還是怎樣 他們好像真的是在那邊唱歌 哇 我就站在那邊 慢慢的欣賞十幾分鐘 你想不到的 所以有時候 你喜歡你熟悉的地方 你就長去 但是不要輪多的地方 靜下來的地方 慢慢 慢慢 我跟你講 這個都是要累積的 不是一下子 你就能夠被感動 只要有一天 就像我在南湖 就像我的這個被蹄虎灌點 就是打通我的韌度二慢 我慢慢我就知道 我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想 生命的話非常重要 就是你想要完成什麼事情 你要 你真的有去做 這個才是重要 每一件事情的成功 它是非常複雜 不是說幾個人 說 我們要來說什麼運動 這個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看那個 印度 那個肝病 他脫離英國的統治 你看他經過多少人 多少孰空的這樣能力 我們看到緬甸的那個 翁三世紀 這些的因素 這些告訴我們什麼 所以有很多因素 不是說 這個 要去看到什麼 慢慢從你的那個內在裡面 去展現這個力量 把你的心環打開 然後對你周邊的人事物 慢慢用心去關心他 真的進來 慢慢這個力量就會出來 那個蘇董講的 這是很內在的東西 不過也有 也許有人要知道他的故事 我隨便替他講這個 有一次他到大霸間 擔任臉隊 排隊人要下來的時候 那裡有一個斜坡 整個是那一種碎石坡 然後呢 他有一個朋友 那裡有一點囂固 背一個背包 不知道怎樣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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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他只有一個念頭 滾往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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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啦 那個蘇董的背包 合式女士 我到那裡 恰好 那個背包就卡在那個樹幹上 所以 你真的 你沒有親眼看到 你真的是不相信 就來講 跟蘇董的講 這條命 都給我 整個是你都已的 該做點事 真的 就像這些事情 你真的是 無法理解 那個時間都是兩秒 三秒 那就是朝著你的念頭 這樣 整個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後來 他肋骨斷了兩根 其他都沒事 那這個人 後來我就發現 他為什麼可以活下 他非常孝順 他非常孝順 所以這些細節改天可以再聊 這個說不定 這個太多了 在校區教室的各位同學 請問 還有